《路根福音十三章》第一節開始 因為彼拉多將迪迦利利人殺了 他們的血流在祭物中 因為有些人告訴他們 於是令耶穌回應這件事 耶穌說你覺得他們更大罪 很多人會覺得他們更大罪 但耶穌說如果你們不悔改 都是要這樣滅好 這些事都可以留在你身上 所以說到今世 今世可以有些事發生 然後有個從前西羅亞樓 倒塌壓死十八個人 那是否這些人更有罪呢 又不是 如果不悔改也要這樣滅亡 由第六節開始就說到一個比喻 摘了一個無花果樹在葡萄園 誰知找果子又找不到 那不如將它斬掉 但是管員就說 留下它 讓我挖開土加上睡 以後如果結果子就算了 如果不然就將它斬掉 所以這裏都是講到今世的審判 當然神也是給人機會 神是叫人結果子 神是令到人結果子 神就是有這種能力 但是神的警告 就是等三年 如果不然就將它斬掉 這個經文 當你看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很害怕 死了我不知道 會不會覺得神很嚴厲 神到底他的恩怨和律法 是怎樣的呢 為何會這麼嚴厲呢 會不會令到你有點害怕神 是嚴厲的 我會覺得神很好 給你悔改 可以不給你的 神可以不給你的 不一定給你悔改 但是如果一些人 如果真是 literally 三年 即是所謂基督徒 神給你三年 如果三年都沒有結果子 我就將它斬掉 神有權做的 我們是受贖 你都沒有 我們是受贖 神是很有趣 神是很嚴厲 很嚴厲 但是又不停給機會 是的 我覺得這段經文是一個比喻 但實際上神是不停不停 無竭地給你 即是不止三年 是的 那要點就是這樣 那會不會有些人 他真的會審判呢 會 有些人不聽話 有些人不聽話 不肯悔過 有些人不肯悔過 其實有些人的審判 就是怎樣 他整個生命跨了 就是 做人又不開心 又煩惱 工又不行 他其實都很苦 我覺得很苦 有不同的人找我 都是有這種情況 做工又不行 朋友又不好 好像走到絕路 他講出的情況 我們都覺得很困難 我們都很想幫 有些人 但是 真的有很多人 這種是他環境去到的絕路 我又覺得 要看一種人背後 究竟有沒有些原因 反而另一種人 他根本就是接觸過基督徒 我現在講的是基督徒 是 即是說在教會 所謂的景圖 有些是得救 有些是不得救 有些是 在教會 但是不得救 有些在教會 他是得救 不過得救得來 他生命很多事情破壞了 所以他生命根本 你這樣說 我也很害怕 我都會覺得 我自己 一直都還是 很多事情未被醫治 都是破壞了很多事情 我都害怕 如果你這樣說 即是 很多次都會 沒有力 不知怎樣 起身 即我是 人來的 有時候真的 有時候踏在地上 所以神有恩典 有憐憫 即是 如果 如果 神就要 不是真的 那麼容易 喜悅 討神的喜悅 剛才你講的 我講到 就說 是容易討神喜悅 是的 但我想你平衡 但我想你平衡 到底討神喜悅難不難 為什麼 這個經文到底對什麼 剛才說很容易 但是 現在這裏 好像 apply倒下來 我 聽你這樣說 有跌的徒生 哇 一輩子都是這樣的 又起又跌又起又跌 我真的怕自己會不會 OK 首先我講到 是容易討神喜悅 什麼原因 處理生命 我也是處理生命 不決心處理生命 還有 我有幾個點 當我們有罪 那又怎樣 求神延悟 那神又怎樣 神又會喜悅 是的 當我們親近神 神就喜悅 我們愛神 神就喜悅 我們就算給了一杯涼水 神都喜悅 那難不難 不難 不難 好了 有煩惱 我們開始處理 神又怎樣 神都喜悅 所以難不難 不難 這個經文是對什麼人講的 這個經文對的對象是什麼人 不願意陪趕 不願意 就是堅持他的方法 是的 就是堅持 有些人的確在教會 是因為沒有 他沒有面對這件事 或者沒有人提他面對 或者聽到沒有提他 即是他收不到訊息 或者說到沒有說到 他每天都回家好看 今天怎樣 都是很不開心 很煩 回家又是很煩 又不親近神 每天都在說 很煩 有些聽道等於沒有聽 或者跟他沒有關係 他又沒有人提醒他 其實是有提醒的 不過我都這樣說 我以前信耶穌 牧師真的沒有說到什麼 說不要憂慮 即是沒有什麼細節說 大體又說 不過我收到訊息 和我自己看聖經 聖經講到沒有憂慮 那我就不要憂慮 聖經講到 不要愛你的敵人 遙恕他們 那我就照做 我就是這樣處理生命 當時沒有人教我們怎樣做 那我就照做 即是你勤力 你不勤力 就是聽到哪一件事 聽到哪一件事 沒有說這件事 沒有看的 不是每個人都那麼有 引力 是的 你勤力 那講到不看這些 那我要點就是這樣 那我去分本人的責任 其實一個人看聖經 他看聖經 他應不應該收到這些訊息 即是如果他看聖經 或者聽到 會不會總會提到一些 那我想問你們 很少 但也有提 有 但很少 很少 我們以前都很少 不過他提過 我就記住了 或者說原來我家人對我不好 我都是搖說他們 應該搖說 我很快就知道這個訊息 因為你說你太近身了 姚詩你講的道路 太近身了 很多人不敢說你 太近身了 即是 看到你的靈性 可以面對 因為你說了這些 就得罪了 你說了這些就得罪了 我覺得 不是說搖說這裏 其實很多人 就算 可能是信主前 都懂得搖說兩個字 但當他運用的時候 其實是信主才 更加有這個力量去做到這裏 沒錯 很難的 誰會演的要 不認錯 但問題是這樣 譬如他遙書缺乏力量 他會不會 在教會會不會學到 我倚靠神就會有力量 會不會 聽過 一定會聽過 倚靠神的 是 不過問題就是 他做的時候 又忘記了 脫漏 忘記了神的說話 即是他在教會的先入年紀 即是他前面認識的人知道 但沒有拿出來 沒有拿出來 沒有親近神 所以就沒有 知道的 聖靈會提呢 我想問大家 有些聖經 講到沒有講過 但聖靈會提的 有沒有試過這樣的情況 當然有 但有些人 我相信聖靈會提 他都不會這麼快 是的 這個就是生命 對神的悔改 敏銳罪 對神的回應 是沒有什麼 的確很多人進教會 有很多不同的目的 有些人想找個人安慰一下他 有些朋友 有些人一起去喝茶 甚至有些真的去教堂 找打麻將的腳 有些人找到很多人 他漏漏漏漏 有些人去教堂 不是這樣的目的 有些人去教堂 對 很多 教會有沒有問題 聖靈工作 聖靈工作很抗拒 教會有很多抗拒 聖靈工作 不可以說 更加難 你講到什麼 感動的好笑 這麼抗拒到聖靈 其實不一定聖靈充滿 才有聖靈感動 其實我以前在傳統教會 我都很明顯感受到聖靈感動 這個是必然有的 不過問題 他去教堂 如果他去教堂 想跟人家有關係 有永生 他就會留意到 這個聖靈的敏感 但如果他純粹說 朋友說去 他就去 純粹那群朋友開心 也有些團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我以前的團契 就不是這樣 這個中間 我們團契有時是查經 有時是講一個主題 有時是講不同的東西 例如試過一次 找人來講解 適經 我就抱歉 印象之後 我也是這樣適經 但我知道有些團契 生日周 旅行周 整禮物 有些團契 我們也是 這些 我們也是 這些 就算連陰派 都會吸引人 但問題是 他始終會不會去 他始終會不會去 服侍主 生命改變 那一下 不要講別人 不要講別人 一講別人 就無限量 講一下自己 現在你知道 你是怕多 還是輕鬆多 原來土神起 要這麼容易 總之我開始改便可以 會不會說 都不是難 那麼重要 神是否難討起 難不難呢 行神的路難不難呢 處理生命難不難呢 其實處理生命 哄爸爸 其實哄爸爸 開心笑笑笑 不是難事 但要達到 他對我的目標 可能 你可能要我 拿很多個博士學位 譬如這樣 你說天上爸爸 你說天上爸爸 就是天上爸爸 即未必達到他的指意 你說神的指意 是嗎 你見不見我 先說一件事 你有做過的事 有些未做的事 我稍後再怎麼說 你有沒有印象 不要看哪一件事 不要看做的事 不是 不是 不要看 我不是說不要看已經做的事 不要看什麼 未做的事 未做和做不到的事 如果看未做和做不到的事 每個人都會說 糟了 我不合格 我要斬了 但你看做到的事 有什麼呢 百分之一 他都會 是的 我的確有悔改 我的確有被神改變 神就歡喜了 那我就 感謝神 而那些未做的 我們應該怎麼做 慢慢 慢慢改 但未改之前做什麼 悔改 神啊 我還有這些未做到 你謝免我 我慢慢去一步步改變 這樣會不會輕省 我也是說做不到的寶劳 寶劳這麼厲害 怎麼做 你慢慢來 不是一步達天 沒有可能的 寶劳所說 他裡面的罪性 依然有這種犯罪的傾向 他自己是靠主釘十字架 靠了愛我們的主 我們得性有餘 他是說得性的 但是他裡面是沒有良善 他的罪性情是沒有良善的 他罪性情自己發作出來 就會是行好的事情 羅馬書七章 十四節開始 我知道在我肉體裡面 沒有良善 行善 立志行善 我只是行出來 就覺得我 這句我經常都用 這就是羅馬書第七章 摩世 摩世很高 你怎麼做 摩世 慢慢也好 你不一定要一步去摩世 是的 鄭師兄我所說的 我希望大家記得 保持一個正面的心態 我們永遠都有一些未改完 那些未改完的東西 你數了你就很慘了 用這個經文就會很害怕 但是我真的有悔改 我真的有去改 我真的有求主赦免 我真的有親近神 那些你有沒有做呢 你有沒有悔改 有沒有親近神 有沒有嘗試遵從 有沒有去處理呢 有 那你就感謝神 沒處理到那些 我就分辨了 我為什麼還沒處理完 分辨在哪裡 我怎麼可以處理得到 那就是逐步拆解 那就不難了 那會不會容易很多 這就是分辨律法和福音 有些太多人經常都說 我未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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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我不行了 哎呀要斬過來了 那就是律法 正是律法呢 正是律法呢 其實聖經的律法 可以嚇死人 因為為什麼呢 你想一下都不行 你想一下都不行 你想一下就已經 你罵人家 蠢材難免你肉的火 你不能要遙恕人 天父都不遙恕你 你有些什麼情慾 所有的情慾 都是不能承受神的國 其實你只看那些律法 是嚇死人的 沒有人達得到的 但是當你一看恩典 你一悔改神就歡喜了 那些救藥人 不需要什麼 莫生五經那些 不需要的 新藥也有很多 我剛說的是新藥 你知道這些是新藥嗎 即是你信藥 情慾殺種 必從情慾收敗 是新藥來的 阿萊尼阿薩菲拉 即死是新藥來的 這個斬 這個是新藥來的 所以 我們有律法 有福音 但是神和世人不同 世人就黏在一腳樓 你什麼不好 你就沒用 我斬了你 神永遠都是有恩典的 你一悔改 一聽神的話 你就算走到百分之一 神都歡喜 是不是這樣會輕省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有這個 輕省的心去遵同神 你就沒有一種壓力 沒有一個淡子 我如果突然想 這些新聞經常都突然間 無味頭 這個又 有些作案 又突然間 工業意外跌死 好像我前兩天 深水埗 如果我走快兩步 哇 又被東西掉下來 如果耶穌說 你是不是以為那些人最多些 耶穌就說 你是不是以為那些人最多些 耶穌說 不是 如果你們 不悔改 都要這樣滅亡 即是神都可以這樣做 不過其實這些災難 我們不要說 一定是神去罰的人 只是世界上會有這些災難 是人會自死的 但是 我真的解釋不了 這個世界上 根本是沒有把握的 我們在神裡面有把握 我們聽完神的話 神就有個計劃 神的計劃 就不會叫你 學了很多東西 想侍奉神 又準備好侍奉神 又經常侍奉神 然後鑿一聲就死了 那就做不到 神不會是這樣的 很深刻有一件新聞 幾年前 有一個護士 退休的護士 他想上去照顧一個病人 他就是風雨不改 都去的 但是有一次 那次那輛車失事 就撞了過去 他死得很恐怖 死得很慘 這個人是不是信了耶穌 信了耶穌 他就是因為神的愛 所以去服侍 就是去服侍 on the way的時候 被一輛車押到那個欄杆 還死得很慘 我這件事 我也有問過 當時回教會的牧師 他說 沒得解釋的 這樣 我就是 永遠都困在我這裏 就是現在這樣想回 為何神要這樣 為何神要這樣 他又不是過馬路 他又不是過馬路 他又不是車失事 為何他要死得那麼恐怖 還要有血 這樣 文明說到是很恐怖 對 這些事的確我們不可解釋 也不知為何 有時有些人會這樣死 他很愛神 但我們只知道神有計劃 他的計劃 可能是這個時間 他這麼多 但他能夠祝福人 也有時他生命裏面 我們也不知道 他裏面說 他有這個做法 但他的同神關係怎樣 我們也不知道 這些我們就只是說 神啊 我到見你時 我會知道結果 我就不知為何 有些基督徒 他們是會突然間死亡 不過呢 有些很毀身的基督徒 有些很毀身的基督徒 神的確是保守他們 特別能夠很大的提升 即是 這些基督徒 到底是不夠毀身 還是他的生命神 比他的計劃就是這麼短 我們就不 短也不緊要 但是沒有理由死得那麼恐怖 和那麼可悲 那我又問你了 他一秒鐘就死了 雖然 雖然 不是 不停滴 手腳斷 對 但他一撞 就死了 不是馬上死 不是馬上死 OK 很慘的 死得是 賣到很行 還標榜 人們都害怕 信不信耶穌 信不信死法 就是這樣的人 會說到 這是一個困難的情況 我們都不能夠解釋 不過的確 聖經有說到 神在我們生命的計劃 我們就用聖經的應許來回應 到底是怎樣呢 我們不知道 到將來的天堂 我們會知道 但我們就不會質疑神的愛 和祂的計劃 祂有祂的原因 祂為何這樣做 而不是神導致祂死亡 而是人的意外 但是 到底神為何 神不保守祂 我們就不知道 但我相信 我們去到天堂的時候 我們就會 找出那個答案 這個就是說 無論發生什麼事 就算我們生命 其實現在也有些 基督徒在一些國家 被人捉了去 即那些 伊斯蘭國家那些 有些人傷得他很厲害 但有些基督徒都說 我堅持 我就算死我都信耶穌 他們的勇敢是神所起的 我堅持 我堅持